就算是邪心也有歌手梦 总是在荧光幕上制造欢笑的小钟 不管是搞笑还是变魔术 主持功力好 形象已经升职人心了 但大家可能忘记 其实小钟刚出道时 是跟周杰伦一起参加 吴宗献所主持的创作节目 还曾经跟献哥组成 修毕都华发专辑 后来呢是广泛接触主持演戏跟电影 不过这个综艺咖的心里 一直都有一个歌手魂 2014年开始 他自掏药包筹备专辑 创作词曲到拍摄MV 统统自己来 而艺人唐丛圣丛丛也一样 加重金800万完成专辑 艺员歌手梦 本爱的结果我很痛 从此让心不再自由 以搞笑模仿著称的小钟 清唱自己的创作 认真的模样 看得出来他很爱唱歌 其实我觉得创作等于我的生活 有时候就会想说 跟大家分享我的心情 那不单单是用写的 其实可以用唱的 会会会不会 让我忘了你是谁 书比多华发行过四张专辑 2001年解散后 小钟开始接触主持演戏电影 不过在这个综艺咖的心里 却一直想当一个真正的歌手 那我就把一些自己上通告的钱 主持费把它存够了 花钱做这个 我觉得就是圆自己的一个梦 然后有人可能会觉得我很笨 这个就是我自己喜欢的事情 2014年他开始自投腰包储备专辑 创作词曲到拍摄MV通通自己来 拿老本来源唱片梦大家都不看好 而一样有着歌手梦的还有他 2013年唐崇晟推出第一张迷你专辑 让自己多了歌手身份 胖男时代MV亲自当导演 还自创朋友舞为广大的肥肚男来发声 2014年再推新歌 招来黄登辉王采华大玩苦手 因为我在写歌的时候 大部分人都有些故事的画面 所以其实照那个画面把剧情编出来 就自编自导自演 找了一个OK的制片 其实要拍很快 你的欺骗 仿佛一部经典 珍藏一纸的秋天 又垂落你的敷衍 Good night good night my baby Good night 唐崇晟小钟模仿狗秀 甚至人心 但心里面始终没放弃过歌手梦 两人纷纷发片出几个让人见识到 他们谐心之外的音乐才华 接着都用这往目的台北采访报道